大家好,我是蓝蓝 看我前两期视频的朋友们一定知道我在喝什么 中药 在调理身体 我开了一个月的 当时脑子一热 后来喝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就后悔了 就不想坚持了 今天是第四天 我第一天喝完了以后的明显感觉就是睡觉 连着睡了一宿的觉 平常我中间要醒一次 然后第二天晚上睡觉 就几乎没怎么睡 三点了都没睡着 失眠 因为它这个里面有泼尔 我第一天熬药的时候忘了割泼尔了 因为我家里有 所以我就开药 我说没开 所以一包包分的时候就忘了割了 所以第一天睡得很好 但是第二天我想起来了 我就忘了割泼尔了 结果一喝夜里睡不着了 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就是 不管喝咖啡啊 还是喝茶 只要一沾就别想睡觉了 就特别敏感 就不知道为什么 对好多东西特敏感 包括吃药也是 人家可能吃一星期哈 我一般吃个一次两次 马上就好 不知道什么事 然后呢 第三天呢 为什么说坚持不住 也有好多人问我 来了你喝什么呀 告诉告诉我们 我说你别喝了 我不想喝了 太苦太难喝了 所以呢 就到第三天晚上的时候 我说干脆我量量血压吧 就不敢量血压 也没工作 也懒得量他 量也就那么回事 因为我以前量吧 我现在吃着酱鸭药呢 就是家族遗传嘛 没办法 身边所有的亲近朋友 不是亲近家人啊 全是高血压 这遗传真是 你没办法 你自己再怎么注意 我感觉也跑不了这遗传 所以我吃家药呢 虽然吃的不多啊 每次一量吧 就老是在那边界 140啊 90啊 有时候高血压150 这我还吃家药呢 但我也不想加量 是吧 都知道吃西药不好 就这么扛着 所以懒得测他 测他也是高 就很少说135 以下就没有过 所以呢 我说第三天晚上的时候 我测测 不说这酱鸭吗 我看看它降一降 昨天晚上 我躺在那儿 我老公给我摁 测了四回 第一回可能你走 扒一坐 你可能还没有静下来心啊 反正就140高压 低压是80多吧 第二第三第四 全部高压啊 125 130 然后125 120多 就全是130以下 低压肯定是正常了 我也没记 哎呦 我当时特别高兴 我说这药还真见效了 所以今天第四天 我还记着喝 他虽然很苦 但是他已经哈 感觉有效果了 嗨 你说有的人有 有嗜好喝咖啡 是吧 你要不会喝 茶的人 苦巴唧的 咱也不懂 喝着有什么 可喝的呀 但那个呢 都是一种 嗜好哈 可以说 这个呢 也有点味 它不是能调理你身体吗 所以我也想 算了 反正药也开了 就喝吧 哈哈 因为有的那个 朋友看我视频了 说让我给反馈啊 说来来你喝的怎么样 告诉我们 也有人私信里问我哈 找这个大夫 然后包括呢 这个药分能不能给他 还是那样啊 因为我后来见过那个大夫一次 又见了他了 他说 他现在已经退休了 他现在在家学烹饪呢 因为他这是祖传的 可是呢 他是吃亏在哪啊 他没有学历证书 他在一个单位的校医 就是 就是 不 不是校医啊 就是单位的医务室 给人看病 也不是什么大医院的 所以他说呢 我一般不给陌生人看 我都是 因为退休了嘛 我就给家里面的亲戚朋友看病 其实中药就那么几副 我觉得都差不多 中医大夫啊 现在都过关 您要想调理身体呢 你就上医院去 挂个中医 都挺好的 我一般吧 就是一年当中啊 每年我都要调一次身体 不是说你有病了 你才吃药 可能那会儿你都晚了 就这种保健的意识啊 应该加强 尤其是中药 吃一段时间 吃个一个月啊 什么的 调一下 每年调一下 对身体也特别有好处 而且我这两天吧 喝着药 明显的感觉就是吧 就是我原来一天嘛 老困不知道为什么 我说是不是春滚秋花 下下肚子 这秋天了 就老迷迷端端一天就昏迷没劲 然后就老想在这歪着 就不想动 然后一动就出一身的汗 可是我感觉这两天喝着药吧 哎 不困了 就老有精神 就觉得 那个 不像原来那么乏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喝这药的缘故啊 可能我觉得还是有关系的 今天是第四天 我就跟大家汇报一下 关于这个 我吃这个药啊 哈哈 如果你们有条件的话啊 也去医院 调了一下身体 也花不了多少钱 我这药吧 一个月啊 才三百多块钱 然后你要在医保啊 什么的 自己就 我想才花多少钱 没多少钱 几十块钱 你要是一年 比如说你调一个月 你吃了三百多 就哪怕你自费 它也是值的 就这样 好 汇报完毕 哈哈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儿啊 我们下期再见